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4月21号的桃园新闻 我是庄慧文 龙潭区中心里里长彭时松 在这届里长选举的前14天 遭到警方提报为流氓移送 经过几个月的审理之后被判决无罪 里长彭时松今天在奉天宫杀诸谢神 感谢神明保佑庆祝官司平反 也感谢李明对他的信任 用选票支持他再度当选 龙南区中心里长彭时松 在选前14天 因奉辞宫妙产正义 遭到检调依恐吓罪嫌移送 经过数个月的审理 彭时松被法院判决无罪 而今天是奉辞宫主神玄天上帝圣诞 他特别杀诸谢神 感谢神明庇佑 让他的官司得以平反 宫里自在人心 我们所有乡亲都非常支持我 让我能高票的连任当选 那在上个礼拜 我们桃园地方法院 也还给我一个清白公道 龙南区中心里奉子宫 过去由廖姓祖先捐地盖庙 成为地方信仰中心 里长彭时松担任主任委员 与廖姓地主后代子孙 一直有官司参送 质疑里长强占土地 甚至行闻到行政院 经过数个月的官司诉讼 终于还给里长一个清白 而且也在里民的信任与支持下 这些人大赢对手600多票 彭时松认为只要坚持做对的事 他不怕任何的抹黑与控诉 做对的事情你就要坚持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能为地方做一点事情 身为一个民意代表里长 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重点是我们地方能非常平安顺利 彭时松的官司遭到不明抹黑 质疑他率众奇亚百姓 与黑道勾结侵占妙产等 最后终究能够还给他一个清白 为了庆祝成渊得雪 除了白天的三县礼卸神仪式之外 晚间也将请民众品尝平安餐 邀大家一起来吃平安 感谢神秘的庇佑 唐秀阳仲强 黄历节采访报道